澎湖县湖西乡青罗湿地 近来增加了五只圆轴蟹心亮相 胸猛张牙五爪 下蛋地里爬出来 趣味又生动的表情 打造有别以往的圆轴蟹地景小公园 吸引不少民众前往拍照打卡 国家级湿地的湖西青罗湿地区 为澎湖重要的鹿蟹圆轴蟹栖息地 每大繁殖旗 因路面与湿地长达200公尺 马路上常会见到横死在路上 为了提醒民众小心圆轴蟹出没 特别设置圆轴蟹地景公园 请民众一起来维护 这里是青罗湿地 青罗湿地是国家级的湿地 它涵盖湖西乡 齐雷和阿纳达两个村庄 总面积大概有2500公顷 在104年时候被中央列为国家级湿地 国家级湿地虽然有这么大的面积 但是它在换位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螃蟹 就是鹿蟹 鹿蟹就是胸狠圆轴蟹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个很于心不忍的一个状况 就是鹿沙 鹿蟹这个鹿沙 这个鹿沙 它是要路过马路路过水泥地 甚至于路过一些短草地 然后才有办法降海 那这段过程中 就会有 尤其是晚上 视野不明的时候 就会有被车碾过去的危机 那环境交易在圆轴蟹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在公所也好 我们青螺村跟红螺村也好 在发展湿地观光的这个同时 对于路蟹的保育 尤其是路沙的部分 这是一个不但是蟹类的痛 也是社区的痛 其实也是生态的痛 因为当那一只活蹦蹦的圆轴蟹 被压成蟹饼的时候 那种心情真的是很难去形容 所以我们也呼吁台湾来的朋友 朋友在地的好朋友 当我们青螺社区来参观的时候 看到这些圆轴蟹的入口意向 在做环境教育的同时 呼吁驾驶人 注意行车安全 也注意我们螃蟹组的安全 这是经由青螺村长李玉立 青螺社区理事长李瑞玲 向虎西乡长吴振洁争取 红国兄老师建议 议员许玉凯建设经费之意 由艺术家吴飞达 制作五支淘袭的圆轴蟹 完美呈现青螺湿地的特色 青螺严卓卿 我们本来是公所 预计做两支 那因为两支的经费 因为本来要做一米多 我觉得太小 就是显现不出来 那我就把它放大 放大到三米 所以经费上的限制 所以只能做两支 那做两支 后来我又自己 我又 我都加了三支进来 让它有前一个小公园 螃蟹公园的感觉 要不然看起来 比较孤单 比较没有群体的感觉 所以后面三支 也是圆轴蟹 那里面这里总共有三公两母 其中有的是张开的 在展示威武雄壮的样子 有的是直伏在那里 有的是刚刚从洞爬出来 有的是鬼鬼祟祟祟正在移动 那有的是正在排卵 因为圆轴蟹它要爬到海边去下卵 排卵排完了之后才再爬回来 所以我大概把圆轴蟹的那个生态 就把它表现出来 将来如果还有更多的经费 我们包括这周渣的环境 我们都会把它 那个展现的跟原来的资产生态一样 洪国诚老师表示 圆轴蟹繁殖期在春末雨季开始 大约5到8月 豹软母蟹必须返回大海繁殖 但因青罗湿地临近防波堤 长达200公尺 与路面垂直的堤机 阻断母蟹回家之路 常见圆轴蟹横死街头 因此青罗社区的民众 唯请艺术大师吴卑达设计 让圆轴蟹能爬上防波堤 未来也会设置说明 提醒民众换起各界 对于圆轴蟹保育的意识 胸狠圆蟹它有一对鳞 那公蟹是一大一小 母蟹就是两只相差没那么大 两只比较平均 这是因为母蟹要禁食的关系 两只 两只胎要给民众吃得快 因为它要怀孕嘛 要孕育下一代 那公蟹它当然会有它的生态上的任务 所以它会有一大一小 那常常很多人会问说 那到底是大凹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 那根据学者们的调查 胸狠圆轴蟹的大凹也有在左边也有在右边的 这一只是在右边 囤乎的胸狠圆蟹它的大凹 左边在左边的比在右边的要多 艺术家吴飞达表示 相公所应经费 预定要做两只一米多圆轴蟹 但觉得太小显现不出来 就把它放大 后来自己又加了三只 看起来比较有公圆的样子也不孤单 不管是张牙五爪 排软 或从洞中爬出凶猛 可爱的 做出三公粮目 把圆轴蟹神态表现出来 位在青螺溪地的这条路上 成为一个清亮点 不妨趁着周末 一起来青螺拍照打卡 感受好山好水的景色 记者汪海龙报道